新冠肺炎在国内持续肆虐 疫苗的购买与施打成为近日大家讨论的热话题 27号台北市配发到2万2千剂疫苗 柯文哲说明打疫苗顺序以专折医院敌一优先 其他的都要照策来打 不管是检疫所工作人员、防疫旅馆工作人员、洗肾诊所 警消卫、环保、开救护车、疫区警察 其他比较偏远的地区医院也是放在这里 另外也猜测中央制定之后施打疫苗的顺序 疫苗出来专折医院打第一线 再来是一般的医院还有那个叫周边的 刚才讲过救护车、洗肾、安养院都会打第二线 再来我们会按照 我猜的打疫苗的顺序其实将来中央还是会公布的 老年人一定优先打 因为这个疾病很明显 老年人的死亡率跟年轻人差很多 差几十倍 所以年轻人得了要没事 老年人得了很多就死掉了 所以将来老年人会打 另外一个是这样 我们还是会按照大数据 那个所谓热区一定会先打 所以将来我们大概在中央 公布的原则之下 台北市政府会按照大数据分析来做最适当的配置 国内疫情严峻 确诊人数连13天都破百 尚无趋缓现象 疫苗施打量能更加吃紧 即便第一线医护人员施打完也只有六成 因此针对疫苗采购计划 课问者希望中央把计划说清楚 以人民安全为第一优先决策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导